拿著工具反覆修理測試高鐵轉車器 曾被封為故障之王 通常列車通過前轉車器必須完成定位 變換到正確的行進路線 但因為控制員沒有完成路線設定 竟然走錯軌道 那蠻危險的 像我平常每天就是高鐵這樣子 對 就蠻擔心的 行李會是不安的 我覺得應該是先停時 然後回去管理 然後做整修 這起事件發生在十號下午 一輛列車經過測試後 原本應該從高雄左營開往 偏東北方的燕朝基地 但因為控制員沒有完成路線設定 居然直直往台南開 這也是十年來第一次高鐵跑錯軌道 甚至還超越轉測器 一公里才停止 如果類似的錯誤 累積下來的話 那還是會有一定的行車的風險 對此台灣高鐵公司發表聲明 解釋車上沒有旅客 因此不影響營運安全 列車行進過程中 都有受到列車自動控制系統保護 沒有發生意外的可能 但是發到通報高鐵局居然隔了 三天遭外界質疑想要隱匿出包 這個按照行車事件 我想我們明天必須要做一個瞭解 這個東西是立即要通報呢 還是按月來做匯報 列車急速奔馳在軌道上 為了防止追撞高鐵班次 都得經過嚴密計算倒站時間 站體內也有設置穿越軌讓直達車可以避開靠站列車 軌道上也有保護系統 但走錯軌道實在誇張 幸好是回送列車 沒有乘客才沒有釀成意外 不過現在高鐵局也要追查 擔心責任 記者林英偉 萬千花 台北報導